以美女与野兽为主题的艺术面包 从野兽的神情到美女的细致五官 服装与整体造型 甚至玻璃罐玫瑰花 都是由面团制作的面包 这是由五五线教练 指导艺术面包选手徐少环的作品 在堪称烘焙界奥斯卡金像奖的 法国路易勒斯福世界杯面包大赛 受到评审青睐夺得冠军 因为我一个女儿 他其实在两岁之后会听睡前故事 那睡前故事常常都是公主系列的 迪士尼系列的 那时候这个爱的主题 刚开始这个主题我对爱的认知 就是爱这种东西一定是双向的 不管是男女朋友 男女朋友一定会有一男一女 叫做你爱吃面包 也有你跟面包两个 那时候就想说做一个双主角 然后把小朋友在听的睡前故事带入这个主题里面 作品是双主角的 他的为求3D的一个表现 他的接缝处也很多 所以花了蛮多时间去制作 那最后在组装的时候 也很感谢我们两个选手来帮忙 我协助完成这一个作品 一开始我们从第三名开始颁奖 第三名第二名 但是下面还有很多很多我们可信的对手的一个国家 选手跟教练在下面等待 结果当我们听到那个 台北的时候 那一个那一瞬间整个都带掉了 为什么带掉 很开心很兴奋 然后我就要搭个选手冲上去 然后我请选手上去先领奖 因为我们台下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很重要的那个 我们的祝法大使 然后他就把我叫住了 他说他很开心 他看到这样子 然后他就跟我说 吴教练你很厉害 我台湾我骄傲 然后那时候那一刻我就很感动 就情不自禁的掉眼泪 就一直哭 就框哭 然后他说就整个这个又兴奋 那个喜气而 喜气而哭 那个感觉 我就不会讲那种激动 然后又非常兴奋 这样子 另外在甜面包 法国长棍与欧式特色面包项目 寻手李宗威及吴子靖 结获得金牌殊荣 使用了许多就是台湾的那个农产品 就是还有食材元素 就是希望就是让世界 就是更认识台湾 其实台湾的农产品 台湾的农产品一直都是蛮优质的 对 然后就是借由这次的比赛 让世界能更认识台湾这样 对 就是对 跟时间赛跑 反正比赛从头到尾就是 我们要准备也是要跟时间赛跑 然后比赛的过程也是跟时间赛跑 所以其实我们都磨合的很好 对 特别是疫情关系 今年从选拔一直到团练等等 都遍临很大的挑战 这个特别呢 我敢骗那个古县教练 他严厉站出来 跟三位农手一起出口 放下他们的工作 他们的事业 在赛前密集的团练训练 一次又一次的来混联 不断的修正 不断的修正 一直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所以对他们非常有信心 那以我们全国联合会 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理监士 成员不断的鼓励他们 放心 不用担心 特别今年疫情关系 还有很多因素 我们经费特别多了 比往年多了 这样就一倍的经费 所以我们感谢各位厂商的赞助 那过去呢 那教练跟选手 包括助手 都去募集经费很辛苦 我们今年就改变的方式 我希望他们出国比赛 没有一定的压力 你们就好好的专注在技术的发挥 专注在比赛 专注在团练 不用担心经费 所以我们全国联合就有很多厂商 大家的这个赞助 特别我们教练也很有魅力 我们讲到五线要出国带跟三位 三位都很魅力 去出国去参加四类别比赛 很多厂商都业力赞助 就非常感谢 那也感谢特别感谢我们 和欣赏的旅行人 跟我们烘焙之友 每次的什么活动都会替我们争取 所以我们谢谢经济部 也给我们益出一些经费 让这次能够来如期 能够出国去竞赛 台湾代表队击败了来自全球 包括丹麦 法国 荷兰 韩国 以及挪威等十个国家选手 荣获冠军 展现台湾烘焙产业的价值 也让世界看见台湾精湛技术 与美食王国的实力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